从下周二起公司晚宴舞会、生日会和周年庆等大型活动可以恢复进行 千人以上的大型活动人数限制设在场地容量的75% 那受访场地业者和餐会供应商就表示 消息宣布之后就收到了不少要求增加席位和餐饮供应的询问 有业者告诉我们的记者李曾毅已经开始聘请更多人手应付需求 政府宣布放宽防疫措施短短两天 这家餐会供应商就收到了二三十通询问 要求为下个月期举办的活动增加食物分量或预定晚宴服务 为应付需求增加 业者打算招聘多两成的人手 从4月1号开始 新马也是会开放我们的边境 所以他们也是会简化我们的路径的程序 所以我相信这些都会带动我们招募新人的一个process 盛陶沙民胜世界也接到了许多来自企业有关场地预定的询问 大部分计划5月过后 举办300到500人的年会或团建活动 也有很多也是大规模的就是千人以上的 然后我们当然我们的大的宴会厅 最大的一个容纳量其实是6000 所以如果它是75%是14500 就是不要赶着一刹那的就开放 而是按部就班的慢慢一步一步来 千禧国际酒店集团表示正同学府和机构合作 聘请更多学生 钱球犯和残障人士扩充劳动力 这家会展策划公司则预计短期内 以线上线下混合模式进行的会展仍占多数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增益报道 我们新闻记者公司的数换